恭喜吳林峰 第一個恭喜 暫時是入圍的 因為最佳船率 就是CashGumper獎公佈 最佳船率最後勉強 有你的顏面包的人 有什麼感受? 一就是開心 第二就是 我覺得自己的心裏 反而有很多謝阿謙 陳惠謙田池 高叔編曲監製 這首歌 雖然我寫 但我負責的是表達出來 我覺得幕後 很多的朋友 他們的心血 才令這首歌 有大家喜歡的位置 所以我反而覺得如果獲得獎 我覺得要感謝他們 才有最大的功勞 所以現在這個時刻就是 入圍已經很開心 但有人喜歡這首歌 然後 可以有感受 這件事 就已經 對我來說是珍貴的 非常有 是不是第一次入圍? 去年都有 去年好像是合唱歌 記得那次 但如果是獨唱歌 就第一次了 是啊 這次就是第一次 是 碩家旋 我記得 是啊 其實我也很開心 見證到吳林峰 在這幾年來 第一次 第一次是冠軍歌 第一次是入圍 是 對了 2024年來的 是 你有什麼目標 可以 擴達一些 可以有野心一些 其實你最想自己 可以再到達下一個什麼目標 沒有 我的目標是 想寫 即我心裏面會有一個List List 就是一些我自己很想寫到的一些歌 是的 那自己就想寫到這些歌 我先 你說 可能是獎 那些 我自己的目標 最想得到的 都一定是 創作一下 或者是做曲 但這件事 我覺得 都還要再努力 你說有沒有野心 就沒有什麼 我希望 下一年 可以健康一點 這個生活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 是不是經常做曲 搞到自己很不健康 不是 因為今年 突然跟朋友 打多了球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做多了運動 然後我發覺 人是心境不同了 好 還有 你會因為做運動 好像 突然看到另一個頻道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覺得 我現在想一首叫做 熬波餅的人 好嗎 那又不要 熬波餅的人 我吃過很多次 其實做運動 我明白就是 有些時候 做一件事是說堅持 是 做運動最厲害的 不是說你的體能 或者你的身體 這件事你可以不斷承認 但是最訓練到你的就是 心理 另外 這兩年 這幾年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多 很得如期來的 就是可能 做運動 那些 對 是 驚喜 對 另外 有反思一下 自己 可不可以再做得更好 這是一個 開心的地方 就是拿到一些名次 但是我來說 如果這個是一個起點的話 那我應該有多少路 可以再嘗試 去試 反而不想當這個 這個名字是一個 中轉站 我想它是一個 starting point 就是 train up 自己 其實2024年 對我來說 我是希望 可以 活得自在的一年 可以這樣說 再自在一點 通常就是這樣 你心裡不是很刻意 去爭取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會走 不敢說 這個真的不敢說 好 繼續開心地 捱麵包好不好 好 最後大家都開心 好加油 謝謝 謝謝